女人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每次发病都会瞬间变大 之后又恢复正常 经过前后对比可以看出明显差别 女人说这种情况一天要发生两三次 腾起来就像生孩子一样 她甚至记录下了发病的规律 但跑遍了各大医院都没有找到原因 我敢说能打出这个字的评论群不超过十个人 每天出门买菜都不敢走太远 因为随时可能发病危机生命 回家途中女人突然就走不动了 好在节目组一直跟在身后才没有发生意外 尖叫声引来了路人的注意 大家都纷纷上前帮忙 直到有所好转才将女人送回了家 丈夫觉得特别对不起妻子 为了治好女人的病 他们带着最后一点希望来到医院 在做完常规检查后女人再次发病 在场的专家都极为震惊 因为他们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病人 虽然能看出来是大肠扩大了十倍 导致肚子变大的 但始终无法找出原因 女人没有放弃 她又找到了心理专家 经过沟通才得知 原来女人小时候经常遭受父亲的家暴 致使她的精神状态时刻紧绷 最终专家诊断她为躯体化障碍 因为女人长时间把痛苦藏在心底不愿说出来 这才导致她压力过大经常发病 在说出心底的秘密后 她终于哭了出来 面对家暴必须是零容忍 否则受到伤害的只能是自己 旁边发病人尽